品質主要是模擬船隻在海上運送時船上管線的監控系統 因為我們船上很多管線都是金屬做的 所以我們很難去察覺管內的一些壓力或流量 一些數值的變化 所以我們透過一些感測器壓力或者是流量的 把管內的數值抓出來 讓我們的控制人員可以很清楚的 直接看到我們現在整個系統的運作 那我們這個作品裡面包括測量管外的 我們後面有用一個加壓的棒圖來模擬運輸時 這是我們這個整個管內流體動力的來源 然後這邊我們第一個先利用壓力計測量管內的壓力 就是把管內的流體的壓力轉換成大約1.3V測到5V測的電壓 的類比訊號 再來我們這第二個用到流量計 那這樣就把裡面的流體變成4毫安培到20毫安培的類比訊號 然後我們這邊有用一個格模法 就是可以用我們遠端手動控制它的全開或全地 再來我們後面用到就是手一個 這邊是啟動一個手動的球法 就是可以控制它流量的超標 或者是轉景的話模擬堵塞 然後另一個球法是在下面就是模擬它 我們管子如果有破洞的話 它的狀況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就是也是管內的 我們用PT100的溫度棒來測量管內的液體溫度 那至於在管外我們用Arduino配合就是我們濃度氣體 一些不明氣體的感測器 還有溫濕度的感測器 那最後我們剛剛把剛剛所有的數據 全部都抓到人機介面上來呈現 它不只在近端有這些工業控制的燈號 還有旋鈕 那我們也可以在遠端看到就是整個我們系統運作的 如果有問題的話它發生異常的狀況 有流量這些的 那還有就是我們把剛才的數字轉換成 就是很顯明醫療的 就是純數字4毫安平 就是現在沒有流量就是0嘛 那大概1.3伏特現在也沒有流動壓 就是我們現在的緊壓力 那我們還把它繪成圖 就是可以再更更簡易的看出它現在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是沒有在動的時候 那我們先我們開的話 它的數字就是會有流量會有壓力 那除了顯示數字外 我們還有用一些簡單的圖表來做呈現 可以更清楚的看出來 那我們現在來測試 假如說源頭加壓如果 加壓馬達如果速度破壞的話 它流速破壞產生的狀況 就是把後面的水閥走開了 大概使流量上升到我們設定的50 然後再測試 那警報響完之後 如果人員還沒有去將它切除 那我們系統可以自動 將加壓機的電源切斷 那我們現在再來測 如果破洞 破洞 破洞 所以這些東西都下面流出啦 那在警報的時候如果人員發信 我們這邊可以先自行減少不必要的損失 那接下來我們測壓力 壓力上升 那我們上升大概設定到 正常大概20幾馬 那上升大概上升到120 然後我們還看廣外的 廣外的洩漏氣體 我們用打火器去測試 還是能反折 好 那我們指示燈都是同步顯示的 近關也有 遠關也有 遠關也可以 最後 我們來看就是 管內溫度 PT100 測試放 好 這部分是 泡到熱水 正常大概20幾度 到我們熱水 大概 它上升到 35度 的話 35度以上 就可以自動切換